六肉段是一道很多人都爱吃的家常菜 但是你知道在家怎么做最好吃吗 今天呢我把我的自作方法啊分享给大家 保证你能学费 首先呢准备5块8毛钱的力脊肉 改刀以后啊咱们给它清成大大的小块 然后呢给它放入清水盆装 多泡一会儿泡出里面的熏水 加入少许的石油盐料酒 抓匀呢给它腌五分钟 腌好的肉啊咱们加入和肉一样多的土豆淀粉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给它抓成这样的干系度 然后呢再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给它再次抓匀 这样做出了肉段啊它颜色非常的好看 咱们再切点配菜 家人们如果您是第一次华道这个视频 恰巧您的手机还有电 就给兄弟点个赞呗 就是照着屏幕帮我填量下就行 你看我都这么说了 就求求您帮我填量下呗 感谢您的支持 辛苦您了 锅中烧油油温六成热呢咱们下入肉段 这个肉段下过以后啊 咱们一定要多炸一会儿 给它炸至金黄飘起呢 捞出来 带油温升至七成热啊 咱们下锅复炸一遍 哎这个就是肉段外出理论的关键 全部炸好以后啊 咱们捞出等着备孕 锅里有底油 下入切好的葱花和蒜末 烹入生抽和蚝油 给它炸开 再加入一勺的忘青水 盐鸡精多一点的白糖 再加入水淀粉给它勾个芡 哎就像我这样的事就行了啊 再加入明油 明油就是手油啊 再下入所有的配料 大伙翻炒均匀 美食就制止完成了 如果你每天不知道吃什么 做什么的 就给兄弟点个双鸡 加个免费的关注 没啥事呢 上我煮就巴了巴了 总有遇到是您喜欢的 感谢您的支持 咱们 再用 咱们 再用 你 ад Liam everyday